在上期节目中 京剧老弹名家袁慧琴 为我们讲述了他从艺生涯的南茂茂事 我说我不学了 他们让我唱老弹 我说我不喜欢唱老弹 我连老太太太难看了 师从名家继承创新 打造京剧老弹专属之美 你领开 从此留我的夫君 既往开来传承艺术 与时俱进推动戏曲传播 九天三个国家五个城市六场讲座 在本期节目中 三善戏曲之门背后将迎来神秘嘉宾 原老师好 董老师好 他们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感动 再有机会选择当然第一还是惊趣 同时我也会选择做一个好妈妈 同窗好友齐聚一堂 追忆往昔欢乐开怀 开始给我起的叫詹姆斯 后来他们跟我就改给我改了个名叫梯姆 到现在这个梯姆啊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清楚 我说石小亮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时间概念 我说你能不能早十分钟到 我一定老迟到 我很着急 他说这个时间是怎么说 完了我们就说这是team 最后大家就说 对我们就叫他team 这么回事 老师对不起 我的英文52个字母 我背不下来 放在一起52个字母 结果姆子笑的都不行了 12月24日20点34分 央视戏曲频道 绝儿来了 继续聆听京剧时尚老代 袁慧琴的戏曲人生 12月28日 中国京剧《向一向集脆》栏目 将要播出的是 京剧名家王平主演的 传统名剧《打金砖》 京剧《打金砖》 是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少春的代表作 该剧以繁重的唱功 和高难度的武功 受到广大戏迷的欢迎 尤其是《太妙惊魂》一场 在唱成套二皇唱香 表现刘秀 内心自责 悔恨交加的同时 穿插了吊毛 甩发 抢背 僵尸等高难动作 一具一个技巧 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 在唱成套三十年代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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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剧中饰演刘秀的王萍 出身黎元世家 他嗓音清纯嘹亮 音域较宽 兼功老生 武生 文系扮相儒雅大方 武系扮相英武有威 身段规范而有风度 唱艳韵味纯正 并富有节奏感 他注意对人物精神气质的刻画 而且在一些剧目中 还善于运用武技绝活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12月28日 中国京剧《向音像集脆栏目》 播出的京剧《大京端》 近日 中国戏曲学院第十届国系论坛 在中国戏曲学院小剧场顺利举行 本届论坛由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处主办 邀请了学院内多个系的教师担任评委 其中共有来自北京各高校的20位选手 依次上台 用精彩的演讲展示了自己的论文成果 论文演讲结束后 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谢伯良教授上台 对每一位学生的论文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学院领导为获奖选手们颁发了证书 本届论坛旨在打造一个首都高校间 研究生层面的学术交流平台 近日 京剧名家刘秀荣收图 白伟琛 李静 苏浩 拜师仪式在国家京剧院唱和园剧场举行 刘秀荣是国家级非遗传人 除王阳青先生外 同时授业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尚小云 巡慧生 肖长华等前辈艺术家 经常演出的剧目近百步 其中 穆贵英大战红州被拍成戏曲电影 近年来 虽然年事已高 但刘秀荣一直心系京剧传承大业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传人 长期坚守教学一线 收图只是一种形式 主要是学生真的能够热爱我们的国具 愿意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 愿意付出努力 白伟琛是国家京剧院三团优秀青年演员 李静 苏浩是云南省京剧院 重点培养的优秀青年演员 他们之前都曾得到过 刘秀荣老师的细心指导 82岁的刘秀荣 十分认可三位精心挑选的徒弟 在拜师仪式上 他对三位新收的徒弟 表达了深切的期望 并对他们的未来提出了要求 给予了厚望 我相信有我师父在 有我师父的保驾护航 我会把京剧继续传承下去 我想我们作为年轻的演员 以后一定不能辜负师父 老师们 这些领导 对我们的期望 我无以为棒 只有更加的努力 心怀感恩 好好继承老师的艺术 京剧艺术需要京剧人 一代一代的传承发展下去 相信在刘秀荣老师的教导和带领下 三位青年演员 会抓住宝贵的机遇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 努力继承京剧事业 将来在京剧舞台上绽放光彩 近日 由天津市河北区委宣传部 河北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第六届 金门曲艺唱响河北 曲艺专场演出 在天津市河北区文化中心 拉开帷幕 作为我国的曲艺之乡 天津市一直秉承着 以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为宗旨 用曲艺形式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深入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汇名活动 在借着这个十九大的东风 我们也想通过金门曲艺 唱响美丽河北这个平台 这个载体 真正的 还是这个十九大精神的 能够在河北大地上的 能够落地生根 演出中 由天津市民营曲艺团体 镇北曲艺团 带来的天津时调 君民与水情 经营大鼓长征 群口快把 喜庆十九大等 一系列曲艺节目 既结合当下新的资讯热点 又突出了传统曲艺节目的特色 纷纷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传统的这个 这个鼓曲节目 以及现在这个 新的这个新式新气象 我们准备编出一部分 新的一些节目 通过各式各样的一种活动来说 进行宣传 鼓舞大家 据悉 金门曲艺唱响合肥系列活动 自2012年举办以来 邀请名家走进百姓的同时 不断开展绿色曲艺 竞效员活动 将金门曲艺术的传播 在新一代青少年中打下基础 大力地夯实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们了解 什么是传统曲艺 特别是金门曲艺 这样一来呢 有效地把现代的文化艺术 与传统的传统曲艺艺术结合起来 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它 同时呢传承和宣传它 连日来 北京的各大剧场里热闹力长 来自全国各地的21个戏剧院团 带着各自的精品剧目纷纷登陆北京 在首都各大剧场的舞台上 展示着他们的精品丽作 这些演出是中国话剧协会 北京市文化局 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当中的一部分 话剧110周年这是一个节点 这个时候是温故知新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来路 知道自己的根 知道传统 那么才能谈到发展 才能谈到初心 多少个画剧界的先驱 他们用他们的青春 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生命 为我们创造了画剧110年 画剧来源于西方 但在110年的发展中 中国画剧逐渐成为一门 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 110年来 黑奴玉天璐 终身大事 雷宇 茶馆 狗爷涅槃 一部部经典作品 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生动的模样 也沉淀着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也是我们今天在纪念 画剧110周年的时候 我们画剧人 戏剧工作者的心里话 在文化部与中国文联 共同主办的中国画剧诞生110周年 纪念座谈会现场 文化部党组书记 部长洛树刚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毅 以及徐晓忠 胡存心 宋国锋 王志宏 白浩天等画剧艺术工作者 共同回顾了中国画剧走过的 110年光辉历程 探讨新时代中国画剧 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我作为一个老的画剧工作者 对我们中国画剧艺术发展的前景 是非常乐观的 在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举行的学习交流会上 北京市东城区还与全国110家国有院团代表 共同发布了戏剧东城宣言 倡议共同搭建画剧界全国性的交流平台 将全国画剧优秀新剧目展演 落户东城 中国画剧协会成员单位 与东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定期进行戏剧交流 在此次活动期间 中国画剧协会不仅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画剧院团 带来了他们创牌的优秀画剧作品 由浙江画剧院带来的《此心光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奉上的小剧场画剧 《它 迷流之际》 上海画剧艺术中心在首都剧场演出的《富春山居图传奇》 以及湖南省画剧院奉上的《十八栋》等多部优秀的画剧作品 使得首都观众欣赏到了一道道的文化大餐 其中由浙江画剧团与贵州省画剧团共同合作 国家一级编剧李宝群 国家一级导演龚小冬 单纲主创的大型历史剧《此心光明》 在首都剧场亮相 聚光灯下 王阳明少年得志 被贬悟道 力愿讲学 平定叛乱 病逝归途 为观众演绎了一代鲜活全面的儒学宗师 波轨云厥的历史震荡 耳目一新的舞台呈现 啼湖灌顶的杨明精神 深深俘获了现场观众的心 画剧110周年 我们全国画剧团团都赶到这来 来开这个年会 看了以后非常激动 中国画剧110年的实践证明 中国画剧立足于本土的艺术实践 经由民族自觉的选择 民族精神的洗礼 民族文化的补育 已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扎根成长壮大 已经走出一条民族化的艺术道路 奠定了自身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特色 他们在舞台上光彩夺目 他们在银瓶上大显神通 他们是才华横溢戏曲人 在西游路上任驰骋 戏曲彩风特别邀请到86版电视连续剧 《西游记》中的戏曲人 六小林童 马德华 巡浩 邹一清 左大斌 魏惠丽 安云武 作客节目 共画西游路上戏曲人的故事 戏曲彩风 元旦期间特别奉献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